说到这个民国董 民国董赢金得车青年选港团 之前来到加级市府宣 在加级会车站订很多所在 以快散的政官任务 来典型青年军的国立和教企 尽出宣民的支持 并且转体向欧工康 文化工康来进行选港 民国董爱台湾爱人民理念华东 之前台湾十二名穿黄色丁山 那是外国的少年人 现身加级会车站门口处 日前跳舞 让经过的力气都停下下报 日红色丁山的少年人 在政官任务集合快散 并发出加级民国董 全民有希望 表达民国董台湾的减后 将定外当台湾十分前结束 民国董该市当部主委 红尊良标识 快散主要全都青年参政 全台湾十几万名当晚 该关市部前台湾有两千名 加上民国董该市当部 中国华队在加级市区 行业学路成立 也希望能在加级地区 提下6万的政党票 今天民国董在加级地区 举办青年快散 以及青年宣讲的活动 最主要希望 透过青年人的热情与活力 来带动加级地区 并鼓励青年参政 来改变社会 改变国家 民国董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 恳请所有加级乡亲 明年1月16号 能够把政党票投给民国董 民国董表示 参政党票投给民国董 当然也计划在参政 要有很多大红金列车 提搭加级 希望透过青年军 参政党团 去民国董人 人动董的理念 充持部门区立委的参政党票 新闻民党明 该市蔡宏博德 并不是 移民党票投给民国董人